现在蔡英文方面选择是走一个司法的途径 如果有人说一些不实的话他就提告 但是我们常说在岛内的话 如果是这个司法和一些政治事件结合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一个叫做 所谓的提告就是变相的以托待变 那我们的问题来了 蔡英文现在的这种的应对究竟是说 心里没底要以托待变 还是说其实是在最大程度的给深律势力一个面子 我们看其实蔡英文这一次 其实不是一次了 包括上一次对贺德芬这一次对彭文正的提告 都是非常违反这个基本的这种 台湾强调言论自由的原理 因为言论自由就是说大家把话讲清楚 你说我没有博士学位 我把博士文凭拿出来不就好了吗 那这有什么好告的呢 那当今天蔡英文选择不把话讲清楚 反而去提告 那这就表示第一个 他觉得话讲不清楚 那第二个提告要做什么呢 除了刚刚赫南所说的拖延之外 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当今天接近选举了 2020年选举越来越接近了 那他提告一方面可以去嚇阻那些 其他还想要打这个话题的人说 你谁还想讲我的学历有问题 我就告你 很多人都怕被告 被告你要跑法院是很麻烦的 所以第一个他有嚇阻的效果 第二个他有保护的效果 怎么样叫保护的效果 因为万一这个蔡英文的学历造假风波 变成2020年选举的一个关键议题的话 到那时如果他用司法来嚇阻的这个效果没有发挥 更多人质疑的话那他怎么办 他就说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所以我就不多谈 一切由司法做出最后的判决 司法会还我公道 还我真相 但是各位也都很清楚 台湾的这个司法旷日费时 等到司法真的要去开庭 要去判决 那都在选举之后了 所以提告 也一方面可以保护蔡英文 免得他受更多这个学历造假风波的攻击 另外一方面也是在后续的攻击当中 他可以用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来当挡箭牌 所以未来不管别人怎么攻 他就说我都敢提告了 最后法院就会有最清楚的判决 大家等法院判决不必多讲 那这也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招数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招数 其实都反而让大家更怀疑说 蔡英文你是不是真的学历有问题 不然的话文凭拿出来不就解决了吗 有什么好告的 所以这一连串蔡英文的动作 乍看之下好像可以保护他 可是反而让台湾更多人质疑说 那是不是你的学历真的有问题 我就是这样的一种签程序 hein 你怎么过我发这种签程序 为什么呢 我会来说 我会发现了一種签程序